直接来到晚上的六点钟 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重点新闻直播 我是作恒 好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大家应该都在吃饭时间 或是准备要来用餐了 那吃饭的时候 很多人就喜欢黄汤下肚 当然喝酒呢 没有问题 可是呢 问题是不能够酒驾上路 我们就看到啊 上周不是共军才在军演吗 正值两岸紧张之际 那么陆海空三军都是绷紧神经的 可是却在花莲呢 有一名陆军上尉被抓包了 他酒驾上路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拒绝酒册 后来是因为担心说 会被军方给举报出来 所以他才改口让这个园警酒册 那么就算是漱口了之后呢 酒册值依旧潮标 深夜的大马路上人烟稀少 银色轿车路口右转 没有依规定减速停让 直接大转弯开进外侧车道 远警上前拦停驾驶一开口就是拼命否认 我没有 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 我没有造势 对啊 但是你违规啊 所以我才把你拦下来嘛 对不对 好 我据册 然而远警酒册器都还没拿出来 驾驶就说要聚策 深情紧张不断左顾右盘 原来他的身份是军官 25号凌晨三点多 花莲市中山路与国联一路口 驱逞远警发现一辆小轿车违规右转 开车沿路摇晃相当危险 33岁驾驶虽然配合蓝茶 但是不愿意接受酒册 依查身份才发现 他是花莲后备指挥部上位 犯姓军官 就怕军方接获通报 最后他改变心意 坦承半小时之前有喝一点酒 尽管喝水漱口再吹气 酒册值还是达0.44超标 涉及公共危险 更离谱的是 这段期间 中国大陆发动环海军演 构支船舰 甚至一度在东部海域 与海巡舰艇对峙 他还关系紧张时刻 保家卫国的军官酒驾被逮 不仅损害军队的纪律与形象 这下涉及刑法 恐怕保不住军职饭晚 第一笔新闻高志宏 蔡新宇花莲采访报道 这个派楼不担心 来看到是彰化 有便衣警察 他们逮捕车手 一开始围观的民众 还以为说 怎么是帮派的纠纷吗 因为这些便衣警察 他们不是穿着警察的制服 而不过啊 这个抓到车手 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是这个车手 非常的狡猾 他甚至在这过程当中 不断的变换他的交通工具 来制造断点 张化园林火车站 售票大厅传来咆哮声 一群人围着一名男子 还大声质问他 钱呢交出来 如果民众还以为 是当街上演帮派逃债 但拉近一看 有两名制服园警 站在一旁戒备 原来不是逃债 是便衣警察在抓车手 车手当时正邀到柜台 买火车票 马上一把被便衣警察抓住 当场被抓还怕丢脸 一直要警察 不要让他趴在地上 嘴巴上一直说要配合 但拖拖拉拉 原警立刻要他趴好趴满 搜背包 果然就搜出了三十万现金 其实警方早就锁定这名车手 发现他从新竹特地南下到彰化园林 过程中故意都搭大众运输 设置断点 便衣警察埋伏在火车站 等他和被害人面交金融卡 领完三十万要搭车离开时 一举将他逮捕 警方补充诈骗集团 卫装成假检警信片 还特别派车手跨县市区块 想要躲避查器 结果车手完全没有发现 便衣警察就在身边监控 想反抗都来不及 TNH宣传之中彰化报道 好 再来看到这夸张的行为 这是台南在百货公司外 很多民众歧视就发现到说 怎么出来 自己的安全帽就不见了呢 结果是一名外送员偷的 而且他偷的理由相当的匪夷所思 因为他说他不满这些机车 停到百货的外头 这个外送的临庭 就让他觉得相当的不开心 所以他从4月开始 就陆续的在停车场 偷了4顶安全帽 大白天里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外送员 骑车准备离开 但骑到一半停了下来 把旁边机车上的安全帽拿走 接着又骑到另一辆机车旁边 偷走安全帽 最后把刚刚偷来的2顶安全帽 全都放到后面的外送箱里 同样一个外送员又再度偷走隔壁机车的安全帽 原来外送员因为不满百货公司的客人 将机车停在外送区停车阁内 从4月开始陆续偷走其他民众的4顶安全帽 而偷来的安全帽全都丢到距离百货公司250公尺外的巷道内 台南30岁的李姓男子 4月7号下午3点 在百货公司外送驱停车厂 偷走一顶800元和另外一顶6500元的安全帽 接着在4月11号晚上9点多 又偷走一顶1000元的安全帽 5月17号第4度偷走一顶1700元的安全帽 前三次因为监视器距离太远 车牌难以辨识 警方于是跟百货协调 加装监视器才终于逮到人 百货公司为了方便外送员 都会设置外送临庭区 有些民众贪图方便 把机车停在专用区 造成外送员没车未停 但理性男子一时不满 偷窃行为也让自己吃上官司 TVBS新闻徐克成 徐一顿顾首昌台南报道 好 再来是很夸张的行为 是有名男子呢 他都已经被警察带到这个警局保护管室了 没有想到他毒瘾就是犯了 所以呢他竟然呢 是趁着远警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自己撕开证物的这个包装来吸食毒品 眼前婚姻男子情绪相当激动 不管袁警怎么劝说都没用 还步步地靠近袁警 就怕他伤害别人或者是伤害自己 警方只好把他带回派出所去保护管束 事发就在台北市的松山区 日前这一名49岁的余姓男子 他无辜地走在大马路上 还差一点被车撞 民众发现他精神状况不太好 赶紧来报案 只是人被带回派出所之后 警方检查他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却在他的手机后面 发现他手机壳上贴了一包毒品 而检测之后呈现K他命阳性反应 净重0.67克 但是就在一个多小时后 他去趁着远警在装水时 短短一分钟之内 他自己撕开了证物的包装吸食毒品 而今晚远警发现后是立刻的上前拒指 最后毒品只剩下0.11公克 这下除了原本的毒品最咸 还被多送办一条妨害公物 好 今天连续的几则 我真的是边看边笑 因为再来看到也是很慌张 花夸张的 这是高雄有一名46岁的男子 他因为持有毒品被警方逮捕了 结果他竟然被逮捕的时候 第一句话说 不是说什么饶了我之类的 他面对警方的压制 是突然的嚎啕大哭 说他很想妈妈 见到警方上前盘查 男子紧张地找借口 急着躲到屋内说要上厕所 男子把口袋装有毒品的盒子 丢到对面民宅 警方立刻将男子制服在地 知道自己难逃罚望 男子竟然当场嚎啕大哭了起来 没什么事你靠什么 为什么 没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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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处理我们就快处理你了而已 不然这样是什么事 好吗 你挣到吗 要挣到吗 挣到 挣到吗 挣到吗 你去包是多重 你自己贴大包 你贴大包 到底是真的想妈 还是要博取同情 二十四号晚上十一点左右 高雄岡山分局的园警 巡逻经过子官路 看到一名骑士没打方向灯 上前盘查 发现他是四十六岁 有毒品前科的俗性男子 先犯大哭策略失效 还想把三包安非他命丢掉灭证 但一切都是白费功夫 警方依法移送 TVBS新闻 吴少龙十一段高雄报导 好刚刚那个新闻就想到说 怎么不听妈妈的话呢 然后我刚刚说音乐下 大家好配合 就有人就回这个歌词 说好诚实的嫌犯 然后陈良说别让他受伤 好确实 这个大家当然就说 这个嚎啕大哭 当然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接下来来看到政治的焦点 是刚刚在立法院 已经给大家看到了 立法院在议场内又再起了朝野攻防 那么在经过四度的院会讨论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其实有关于职权行使法的部分 是已经三读重要条文都已经是通过了 那么未来呢将在短时间内啊 三读后的内容包含了 藐视国会罪以及国会听证调查权 以及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就会把相关条文移送到了总统府和行政院 总统在十天内按规定是要发布的 不过呢 绿营则说会申请实现 立法院讲韩国瑜话都还没讲完 两侧蓝营立委迅速高举手板 绿营立委发射纸飞机朝主席台飞去 却不影响一小时后的三读程序 宣布通过之后 蓝营立委官身雷动 二十八号下午四点五十九分 蓝白联手提出的立院职权行使法 全案三读通过 内容包括藐视国会罪 国会听证调查权 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仅强化人事同意权通通过关 而通过之后 民党立委为拖延战线六十人登记发言 每人都有两分钟时间 但三读通过之前 多次出现火爆场面 怕的一声 直播中的蓝营立委罗志强手机 被民进党立委邱毅营拿扇子扒下去 对着罗志强就要瞧瞧出手 把手机拍掉 蓝营立委徐小新见状冲上前去 一手抓住邱毅营的衣领 一度八八激烈推挤 只是逛个立院職權行司法 经院会四度讨论才完成三读 不少立委似乎都有点弹性疲乏 在翻演台上 嗷了好几声 蓝营立委陈雪晨完全忘记 麦克风是开的一旁的 绿营立委郭果文 钟嘉宾更直接放飞自我 在一场上大跳晚安 大小姐严肃之余 仍不忘展现 轻松一面 好刚刚有人说 看到这些新闻就没办法笑 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还是会笑出来 像是那个跳舞 还有大吼 好 再来看到 因为刚刚一场内 非常的热闹 有立委在跳舞 只有立委呢 是在这个大吼大叫的状况之下 那么在一场外呢 也是很热闹 因为在今天 其实有一些公民团体 他们是聚集在这边 说是有个轻鸟行动 可是呢 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传 他在一个政论节目上 就说到说 根据手机的讯号定位去分析 发现这批人 跟太阳花行动的这群人 是不太一样的 只是这个词话一出啊 就引发质疑了 因为就说 难道说现在是 你好大我好怕吗 为什么可以用手机定位 来分析 直接跑到绿营立委门前呛声 因为陈玉珍质疑 民进党公然用国家机器 监控人民 原来前一天 陈玉珍跟民进党政策会执行 找王毅传一同上节目 王毅传透露通过手机讯号 可以获知参与者的年龄 而且比对517的活动讯号 小草没有跑 他为什么可以拿到 左右每个人在手机的机器台讯号 知道你上次有没有来 下次有没有来 是意图做什么 对民众做什么监控 基信令资料 来做人流的观测 是产业界做市场分析 很常用的方法 这也不是国家机器 因为叫陈玉珍说得很疼 讲几遍他也听不太懂 那如果陈玉珍搞不清楚 你可以问侯友宜跟卢秀燕 对此新北市府则回应 确实活动期间 会向电信公司购买手机 信令讯号统计 推估人潮 但资料已经去各自化 台中市府没有回应 那王毅川口中的数据 是民进党购买 以搜集舆情吗 这一头国民党指控 民进党黑箱监控 民进党则反应要国民党 配合国台办强推法案 搞政变 邱颖爆料 自己拿到一份中国智库 给国台办的报告 内容提到端期内 蓝白要合作 推动 包括强化国会功能等 这就是国民党 在发动的政变 民进党前驴技穷 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 到了最后只剩一招 就要抗中保台了 国会改革说法战场 遍地风火 TVB的新闻 李国正确幻柔 台报导 好来 接下来关心 是欲诈台湾 尤其是高频地区 在今天雨是相当的惊人 有没有观众朋友 赶快帮我们留言 现在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呢 那么雨是现在状况还好吗 不过呢在稍早的时候 其实包含高雄市区 有火锅店就疑似因为门窗没有关好 所以整个雨就灌进去了 另外呢是在后壁湖 还有部分的路段出现了泥流 外面下大雨 餐厅内部也在下小雨 整个水从三楼往下滴 锁到之处几乎无一幸免 进到地下室 员工更直接傻眼了 因为这水一度还淹到脚踝 傻眼怎么会有那么多水淹水这样子 全体库全体总动员 大家忙着扫水 看着一桶桶被雨水装满的水桶 人工接力往外盗 只是这雨怎么会如此猖狂的入侵 店家怀疑是前一晚 这个动作没做好 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窗户 或者甚至我们可能哪个地方 就是有漏水的问题 那比较大的几率 可能是也许我们门窗 或者是可能没有管好 这间位在高雄新兴区的一家火锅店 疑似门窗没关好 让雨水有缝可钻 加上屋顶又漏水 厨房水管也爆了 一连串悲剧 只好被迫紧急停业一天善后 预估损失日营业额四到五万元 而上午的大雷雨 大辽区的凤陵路一带 也出现了水沟排水不及 水沿马路 这波波面也在恒春半岛带来好雨 后壁湖一小时雨量将近四十毫米 部分路面出现了泥流 甚至有马路 有一半都被泥水覆盖 驾驶似乎怕误入深水区 大多紧贴标线行驶 高频大雨根据气象处统计 截至下午四点前 雨量最大值高雄在大树 累积雨量接近一百五十毫米 屏东则是在潮州 累积雨量达到一百五十五毫米 而随着封面通过 下半场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大雨 居民要注意累积还有强震风 体验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好不只是南部 在中部的观众朋友 是不是雨势也相当的大呢 我们看到就在南投的地区 带来了强劲的雨势 像是信义区的九五线道 甚至是发生了吐石流 梅雨方面通过也为南投山区 带来了豪雨滚滚泥流 从信义乡投九十五线道 旁边的山坡上滑落 当地居民见状 撒坏了 马上停下菜园里 手边的工作回家避难 虽然目前没有损失 但突然降下暴雨 也让当地住户 直呼超级可怕 而随着雨势 越下越大 土石流也整个崩落 覆盖路面 造成双向交通一度中断 警方也拉起封锁线 避免有人遭受波及 乡公所也马上通知厂商抢修 先开通以线道 让车辆通行 乡长表示 由于河床的水量饱和 加上寒冬过小 所以一下起大雨 就容易出现土石流 将在雨势过后修建 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形 另外封面往南移 外岛蓝雨也出现了强劲雨势 土石流向岸边 还有机车骑士受困 当地民众互助 帮忙移开水管 避免影响通行 而水利一属下午过后 针对蓝雨发布了 两次的淹水警戒 当地的水雨量 更是超过80毫米 而雨水也淹没了环岛公路 当地公所也成立了应变中心 随时掌握灾情 TVB的新闻刘警恩 陈家贵南投台东采访报道 新竹的这个28层楼高的豪宅 晴空会大楼的火警 那么现在已经是造成了 有两名的消防员不幸殉职罹难了 那当然在现在火掉的初步结果也出来了 说是电缆线短路走火 但是因为起火点是在管道之间 所以也导致说浓烟非常快的就向上窜 所以很多的住户 我们看到一度也是受根在里头的 只是您可能听到这边也很好奇 那为什么这些抽风机都没有运转呢 其实是有的 只是因为火势的关系 所以也导致说这个备电不足 所以这个运转的时候 只有短暂的一阵子 新竹新空会大楼火掉初步结果出炉 烟盘是电缆线短路引发火灾 但民众认为疑点重重 起火点在地下一楼的管道间 因此洒水泡沫设备无法起作用 烟雾直直冲上 管道间为了通风没有隔间 多走两名应用警销 火灾最一开始 紧急供电设备启动 让楼梯间的排烟闸门开启 抽风机也正常运作 只是过没多久 备用供电系统被烧毁 烟雾无法排散 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下室 电缆线起火 造成有扩大的情况 有可能这样造成排烟机 在当下停止动作 备用电源设备也烧毁 但一般使用的电与紧急供电 应该要各自独立 也要分开配置 但这一次火灾的情况 连备用电都一起烧 用103年的法规来看 必须符合防火阻烟耐热 大楼只有九年屋龄 气密效果及电缆 应该都比起旧大楼更严谨 主委也表示每次检验 都有合格 会短路是电线负载过重 还是绝缘出了问题 不管是在消防设备 或说你讲的那个管道间的设备 一定都是符合 国家的消贩的规范的 民众认为要好好确认 防火阻隔有没有失效 还有主要供电 备用供电及管道间的位置 是否有配置不当的情况 消防安检虽然都有过 但是否还要再做得更完善 这些都得要好好厘清检讨 想要恢复本来平静的日子 段期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了 因为这一次 这个火灾灾损也是不小的 那么现在就有住户 他们在今天陆续的 回到家中拿东西了 说现场是满目疮痍 甚至有人 他其实才刚花了上百万元装潢 没有想到现在一场助戎之灾 这个损失不小 社区主委说 目前影响户数大约104户 超过260人 预计周二上午10点钟 到晚上8点开放住户拿东西 但似乎很多人还不知道 五楼住户的家人一早赶紧来询问 想拿家中的手机证件 以及把车开走 目前全身身的姐姐姐夫 只能占住其他地方 但家中装潢才刚花上百万 年近60岁 也担心火灾后建材环境 残留有毒物质 因为流鼻水时都黑黑的 住户陆续接到通知 急着回到家中 也跟火雕人员讨论后续 社区主委说 官委会有投保公共意外险 以及火险会跟保险公司联系 住户们如果有保火险 该怎么申请理赔 保金说五天内要通报出险 但保险公司会同建市公司到场 两年内都能申请理赔 财损或人身损伤 住户如果有自行拍照录影 可能可以作为参考 但不影响理赔金额跟责任归属 因为保险公司都专门配合了 建市建价跟公正人员 如果有建材装潢资料可提供 也能依照时间价值重置成本 做理赔金额 保金也提醒一般火灾险 要留意是否有火灾第三责任险 如果是居家综合火灾险 通常会把第三责任险直接加进去 毕竟花了上千万买下一场大火毁的房子 恐怕又得归零重来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刚刚看到线上的观众朋友呢 就说到明天要上班上课 希望不要再下雨了 因为下雨真的好麻烦哦 气上时间我们要马上交给先头 先头 好 住人好 大家好 我们要告诉大家天气状态呢 其实从今天晚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雨是从北到南 都有趋缓 在今天上半天的时候 北部地区雨很多 但是中午之后这水气呢 就逐渐的减少了 降雨也都逐渐的减少了 只有在刚刚下午的时候 北部地区可能又有一些零星的飘雨 但是这都不是主要的降雨源 而到晚上的时候呢 南台湾地区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 因为现在封面呢 位子就压在南台湾的上空 甚至呢 再更晚一点会压到巴士海峡这一带 所以在南部 像是在屏东的恒春半岛 以及蓝雨绿岛呢 气象署依旧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 以及像是在高雄这里 你看到这边有一些对流云气涨出来 也不排除在沿海地区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但是整体的雨量跟白天的时候比起来都有减缓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整体的累积雨量图 可以看到整个西班部地区都红通通的一片 甚至部分地区还有来到紫色等级 因为确实在台南啊 嘉义啊这里 它的累积雨量有超过180毫米相当的多 而刚刚说到的蓝雨呢 它们很多地区的野稀都暴涨 原因就是因为封面通过的时候带来了两个小时的累积雨量 有突破139毫米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也一度发布了豪雨特报 但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也都终将告一段落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南台湾地区 因为相对还是比较靠近封面的位置 所以震雨的几率还是会比北部地区来得高 我们带大家来看这几个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图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整体的热区降雨 下午会比较偏重在中南部地区 但是呢现在晚上之后 我们要看到的是右边的这一张图 其实整个西班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偶尔的飘雨 但是这飘雨呢 其实跟白天的量比起来真的少很多了 而在东半部地区呢 当然雨会更少一点点 而到了明天在整个情况之下呢 山区还是要注意的 因为在山区还是有一些热对流作用的发展 而在南台湾地区呢 它的水汽也还是多 因为刚刚说蜂蜜就压在巴士海峡这一带 而这个呢可能它的日期会需要做一些调整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下一张图我们要告诉大家 地面天气图六张的地面系统 到底怎么样来做一个改变 基本上呢礼拜二的时候 封面就挂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今天天气是最不稳定的 到了今天晚上之后 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各地都是 礼拜三压在巴士海峡这一带 所以靠近封面的南台湾地区 雨会比北部地区来得多 但是整体来说也比今天好一些了 而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封面已经开始慢慢的往华南地区来移动 礼拜五的时候会逐渐的北台 但是礼拜五月晚你需要注意 因为这封面开始又要逐渐的靠近台湾 所以又会由北往南下 礼拜六礼拜日是下一波封面影响的时间 但如果单纯来看封面的话 下一波的封面也就是礼拜六礼拜日的这一波封面 结构会比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波的封面 还要来的再更弱一点点 但是温度的降幅呢反而是比较多的 礼拜六礼拜日温度降的比较多 而今天呢温度呢北部地区可能低温20度左右 而在礼拜六礼拜日的这一波降温可能就19度左右 好我们再大家要来做一个统整呢 在礼拜三礼拜四甚至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水期是减缓的 各地还是要注意 如果会下雨的话 时段会比较偏向在中午之后 因为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温度是回升 所以回升中午之后都还是有一些热力作用的发展 但是这降雨的热区会比较偏重在山区 还有在南部地区 而到了礼拜六礼拜日下一波的封面接近 并且要影响台湾 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不排除在北部地区 雨也都会来的比较大会有较大雨势 要提醒大家这一周整体来说 雨量都是偏多的 出门的话还是建议您带伞坐横 好刚刚大家都非常关心下雨的议题 其实我们每一次呢遇到轩桶在走廊上遇到他 我们就是说等一下会下雨嘛 等一下会下雨嘛 他觉得我们应该很烦 好不过呢我们观众朋友也很好奇哦 因为像我是想到CJerry就说 宜兰天气是如何也要请教轩桶 然后也有观众朋友问说呢 这个什么时候 建民刚刚问什么时候 封面会离开 另外陈良要问轩桶说 台风还有近期有深沉的机会吗 好我们先来看宜兰的天气状况呢 其实宜兰呢 他毕竟比较靠近这一个喇叭口的这个位置 所以在风向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呢 什么风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震雨 但是因为现在封面已经逐渐的难压了 所以他影响的范围会比较靠近在巴士海峡 这里海上的时候雨会来的比较多 或者是比较靠近封面的南台湾地区雨会比较多 所以以宜兰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几天的雨也是会逐渐的缓和的 一直到礼拜五之前雨会逐渐的缓 而封面什么时候远离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逐渐远离了 而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 甚至他都没有压在台湾上空 到了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下一波封面建立 并且要通过那时候又是你需要注意的 全台各地又会变得有雨的天气形态 而至于这个台风啊 这艾维尼台风 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它持续往台湾的反方向走 是往日本的方向来走 所以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它最近台湾的时间点呢 可能就是在明天的早上 但是最近也有600公里这么的远 所以呢 距离海湾很远顶顶多多就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带来一些长浪 而至于西半部地区风浪会强 原因是因为这封面通过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东北风下来 所以要提醒在台湾海峡这一带呢 可能还是有可能会出现2到3米左右的浪高 而至于下一个台风什么时候形成 其实现在毕竟是5月 所以距离真正的台风 即7月到10月呢 其实还有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以目前来说 就算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了 他往台湾的方向靠近的几率也不算特别高 可能要整到6月之后 这几率才会逐渐的增多 作恒 好 刚刚这个观众朋友马上帮宣童说 他是童诗表 还是他是气象光明灯 好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气象光明灯 谢谢作恒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接下来看到 是在太平洋的岛国呢 巴布亚 牛济内亚 最近发生了致命性的山崩 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相当偏远的 所以等救难团队以及大批的媒体到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5天了 也导致有很多的村民罹难 有很多大概是2000多的村民 恐怕都凶多吉少 岩石和土壤持续从山上崩落 巴布亚 牛济内亚的偏远村庄 上周五发生毁灭性山崩后 救援过程土石持续崩落 因为缺乏大型机具 当地人只能拿杆子和铲子徒手挖掘救人 整个村庄哀痛哭泣 因为已经抢救五天 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遭火埋的2000多人恐怕凶多吉少 前后对比卫星照片就可以看到 大范围的土石严重流失 当地政府已正式向国际球员 尽管澳洲与大陆表态愿意帮忙 但是主要道路摊方交通中断 搜救团队想要进入也很困难 深夜山崩来袭 村民在睡梦中惨遭火埋 这场灾难疑似是暴雨冲刷山体 引发土石流 火埋2000多人目前只挖出六具遗体 加上事故地点正在渗水 收救行动相当困难 TV新闻总和报道 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城市的县市 他们近年是积极的投入轨道建设 只是现在恐怕是亏大了 因为根据最新的财报 就发现说29座城市的地铁公司 他们如果扣掉政府的补助的话 全数都是亏损的状态 总负债更高达大概是有台币19招 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城际铁路 26号开通营运 许多民众抢搭第一班首发列车长线 平常我回家的话就可能要坐广东地铁的五号线 然后再转过山那边 中间的过程的话可能要耗大概两个小时以上的 这条号称最长的城际铁路 全长两百五十八公里 采用地铁化营运模式 横跨惠州东莞广州佛山 赵庆五座城市 共三十九个站点 实现一小时通勤生活圈 由西向东全程搭完 大约台北到嘉义的距离 票价不到七百 几乎是台湾高铁票价的一半 就因为票价便宜让大陆地铁连年亏损 大陆媒体揭露二零二三年 二十九个城市的地铁财报 扣掉政府补贴 全数呈现亏损 总负债高达新台币十九兆 其中北京地铁拿到的补贴最多 亏损也最大 而卖票收入最高的广州地铁 去年进账新台币三百三十一亿 照样不赚钱 陆媒分析原因 主要是硬体造价和营运成本高 低廉的票价难以弥补 得靠土地开发赚钱 但近年房市低迷 原本赚钱的深圳武汉地铁 也由因转亏 大陆高铁近期也因为亏损 被迫票价寒涨 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 未来想盖轨道建设 门槛恐怕又更高了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看到就是在玩两面手法 俄罗斯总统普琴最近就释出了风声 说有意就目前的战线 双方进行停火谈判 只是讲这话的同时 另一边俄罗斯持续的多线进攻 俄罗斯周末在出售 锁定哈尔科夫市的大型五金卖场攻击 攻击时间还选在大中午 根据卖场监视器 许多民众毫无预警 突然间卖场屋顶就被炸穿 冒出巨大火光 许多人不幸命丧炮火 乌克兰指出俄罗斯又使出相同的伽量 使用航空导引炸弹攻击 而且还投下两枚 讽刺的是悲剧前俄罗斯总统普钦才释出这个消息 声称愿意就当前现实基础与乌克兰停火谈判 事实证明俄罗斯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加大血型攻势 哈尔科夫乌军人谨慎使用所有的弹药避免浪费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来到神秘地点 直击乌克兰加紧训练新兵 练习使用英国提供的N-Low轻型反战车武器 这款武器此时此刻正在太雷兹防御的北爱分工厂加紧赶工 过往北爱两间N-Low工厂只有约500名员工 现在扩边到900人 不过工厂坦言其实今年初才开始增产 因为先前英国政府选择先消耗库存 不止英国 美国兵州的迫及炮汗155毫米炮弹工厂也在全速运转 目标将产能提升到每月生产十万枚的炮弹 以应运未来乌克兰前线的需求 乌克兰多线作战也派出更多空中侦察小组 使用无人机监控俄军 现场使用的都是乌克兰自制的无人机 不过因为俄罗斯破坏部分河岸的过境点 乌克兰不得不打造层层防御 乌克兰记者在库皮杨斯克直击无人机拍下 俄军忙着扛走伤兵的画面 不久后天空中还看到俄军直升机出没 协助掩护撤退 这是一架俄罗斯米24直升机 显示俄罗斯不放弃各种机会 朝东北部施压 就算牺牲更多的兵力也在所不惜 另外俄罗斯境内的贝尔哥罗德 周末又响起空袭警报 乌克兰对贝尔哥罗德州持续打击 逼得当地民众又得摸黑逃难 紧急狂奔到附近的防空洞 进英国当局松口 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武器攻击 俄国本土后 北约秘书长也认为是时候该松绑相关的规定 因为乌克兰若战败北约国家将首当其冲 为了提升全民防卫意识 现在英国也考虑要恢复一年征兵规定 至于不想当兵的 可以选择每个月花一个周末的时间 参与社区服务 铁新闻 宋伯导 镜头回到国内来看到这火气很大 就在西门町商圈 昨天深夜11点多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大乱动的场面 结果只是因为有民众 他在逛街的时候不满路人太吵 结果双方就这样当街开打 都已经被多人包围阻挡穿黄衣的男子 一转身用力挥手上的塑胶椅 再朝其中一人头部回打 对方赶快用手阻挡 所有人吓得赶快往后退 还好就在状况更失控前 袁警到了 袁警立刻先把双方分开 把人带到旁边 一把抓住黄衣男双手 但他一度还不肯放下塑胶椅 他祈祷冷静不了 花了点时间才终于做下旧犯 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人特地绕过来看 因为这里是台北市西门町商圈 27号晚上11点多 引起不小骚动 还有人以为是警察在围捕嫌犯 结果竟是民众逛街逛出火器 双方就是在西门町商圈 这一条巷子 其实只是擦肩而过而已 其中一方认为对方三人 讲话的音量实在太大声了 觉得自己被吵到 竟然就拿板凳上 想要做事攻击对方 29岁赵姓男子 原本只是想绕横话 叫他们小声一点 但40岁陈姓男子 那方共有三人 突然被陌生人呛吓 当然也很火大 双方爆发口角 开始在大街上拉扯推挤 一堆人募集所有过程 赶快打电话报警 原警到场后 尽管双方都不愿意提告 但都违反社委法 还是被送办 在观光客这么多的西门町 公然大打出手 若这张塑胶已真的甩飞出去 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 TVB的新闻成员人 吳云亚台北报道 好大家真的要多多关心 家中的长辈 因为在台中就有名 70多岁的妇人 突然跟儿子借钱 结果是差点就上了 诈骗集团的档 拍出所远警来到民宅 开门建山就告诉阿姨 你被骗了啦 远警顧口婆心帮忙劝说 直言这种案件办很多了 套路都一样 说要来台湾跟你生活 需要一笔钱退伍 连问都不用问 警察先生都背得出来 说了老半天阿姨 这才愿意交出手机 看得满满的报报 爱心贴图 远景灵机移动 不然请叙利亚军官说几句 叙利亚话来听听好了 台中沐风这一位73岁王阿姨 日前在脸书 被人搭讪护家赖开始聊天 一名取名王金的中年男子 想要离开战场来台湾 陪王阿姨需要一笔退伍费 这万年老梗 还是让王阿姨掉进陷阱 跟儿子开口借了38万 却不说原因 家人只好拜托警察来劝劝他 警方表示交友诈骗层出不穷 看在警方眼里都是老招式 还是有不少民众长辈会上当 提醒民众可以关闭通讯软体 被陌生人加好友的设定 使用社群软体 看到陌生人加朋友 也不要随便同意 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体育新闻带充龙 台中采访报道 也是当心落入陷阱 还有是诈骗集团 从海外运送毒包裹就算了 他们竟然找不知情的 计程车或外送员帮忙运送 特警小组全副武装 看诊时机破门 一进到客厅烟雾弥漫 还能玩到浓浓的塑胶味 好几名男子来不及逃 当场被压制 其中一名嫌犯躲在阳台 竟趁乱把装有毒品的纸袋 丢到大马路上 另一批警力在门口监控 马上找到被丢出来的毒品 地点在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附近 警方查获海外运回的毒包裹 巡线锁定三名嫌犯 他们利用不知情的外送员 和计程车运毒 收到毒包裹后 先回到租屋处分装再贩售 每次帮忙收运货的人都不晓得 里面装的是毒品 嫌犯制造层层断点 躲避查契长达半年时间 至少有三名不知情的外送员 参与运毒 嫌犯还刻意租六楼高的套房 利用制高点观察楼下情况 要是发现有警察出入都特别小心 这位出动二十名警力逮到三名嫌犯 其中一名曹姓男子爬墙脱逃 隔天在新北市中和一间旅馆被逮捕 幸好警方即使阻断 才没让市值三千万的毒品流入市面 TB新闻综合报道 好 今天真的好多有关于日本的新闻 又要再cue心仪了吗 好 来看到日本的东京新宿歌舞伎丁 竟然传出牛郎诈骗女客人的事件 日本东京阁舞伎丁 男公关店家领利 不过现在传出牛郎诈骗女客人后 强迫卖身的案件 这名离婚的单亲妈妈是一名临床医生 为了逃避繁重的工作压力 二零二三年一月走进了牛郎俱乐部 没想到从此无法抽身 男公关以送礼许下承诺等方式 让女子有罪入爱河的错觉 再说服女子购买单次高达数千美元的酒水 直到积蓄全花光还欠下债务 牛郎逼迫女子到澳门与香港 从事性交易还债 证明受害女子表示 卖身的钱直接转回日本 自己从来没收到一毛钱 帮助这些受害者的组织表示 在过去一年里 女性遭牛郎诈骗卖身的案件 增加了五倍 东京都议员也曾试图推动法案 防范牛郎剥削女客人的行为 却没有成功 某些牛郎俱乐部从四月一号起 进行自主管理 禁止二十岁以下顾客进入消费 防止年轻女性不幸悲伤 巨额债务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在两周就是当午节了 粽子准备好了吗 只是今年万物起涨 粽子也涨价 当午节快要到了 很多人已经买好粽子 要来准备过节 不过粽子的种类有非常多 您愿意花多少钱买一颗粽子呢 打开蒸锅 马上飘出粽叶糯米香气 筷子一夹满满馅料 超市业者推平价 很豪华粽 一颗售价从70到140都有 透过这种两极化的 一种操作策略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也预计 在今年大概有一成的 业绩的成长 全链和大润发烧市 贩售的台中知名餐厅 阿秋大肥鹅 联名的鹅油金葱粽 一颗要106元 还有联名李锦记的粽子 内馅有鲍鱼和干贝 一颗129元 而电商486团购 也贩售高档粽子 新华酒店的特殊口味剥皮辣椒鸡粽 平均一颗要153元 不想吃太多 还有古早味的一口粽 小小一颗86元 电商平台业者观察 平均单客售价约90到200之间 食材越高档 售价也越贵 以电商平台这边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在好几个月 甚至半年以前 都已经有跟厂商来做签约的动作 所以在价格的部分 我们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 也有民众爱买高级礼盒送人 五星级酒店内的粽子 60%是师傅手工包制 台北万豪酒店经典粽礼盒 五颗不同口味 有牛肝菌 鲍鱼 东坡肉等 今年平均一颗要319元 涨幅约2% 而六福万宜酒店的龙王极品鲍鱼粽 大颗分量十足 包着鲍鱼干杯和活龙虾 去年一颗2180 今年要2880 涨幅达到32% 业者说客群锁定中高端和顶级客户 也提升食材 保冷袋包装 原物料人力店价成本都涨 逢年过节时的粽子 售价攀升 若能做出特色 也不怕消费者不买单 TV新闻 终于轮 曹正人 台北采放不得 要消费者买单 在什么都涨的年代 高雄热闹的三民区 有两家面店呢 他们是反其道而行 洋葱放进锅里爆香 大火快炒 锅气十足 虾仁炒饭满满一大盘 一大碗麻酱面 可以分成三小碗 份量超足 满满一桌有滷味 干面还有炒饭和混沌汤 这样两百元有找 仔细一看 在味表上炒饭炒面都六十元 烫青菜和混沌汤 则是同半价二十元 这间开在高雄三民区的三十年老店 只有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经营 平日周一到周五营业 是附近学生和许多体力活的工人 都会慕名而来 就真的很棒 小董 我做纸碗绘修的 对 老爸对你们比较有报复 对对对对 已经很多人都一直在改 我没有改 坚持这个价钱 对 我不要改革是要硬的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看不及 对啦对 万物接壮的年代 同样是平价美食的 还有这间 强身在高雄三民区的无名面店 卤到入味的小菜 客人一夹就是好几样 热腾腾上桌的干面 搅拌均匀 一口接一口 菜单上小碗的面卖二十五元 汤类均一价 小碗二十元 大碗的三十元 佛心价格分量又多 在中午时段吸引了大批人潮 面都半个满天气的 一直涨价 所以只能挑更便宜的吃 两间位于高雄三民区的面店 在物价高的时代 主打经济优惠 没有招牌 只靠口耳相传 TBS新闻 赵丽玲邦 许克城 徐勇等高雄报导 您还在使用3G手机吗 NCC和电信三雄宣布 6月30号开始 就会关闭3G网络 老板 我这3G手机要升级 你也跟这位民众一样 还在使用3G网络的手机吗 要注意了 今年6月30号 3G网络将会关闭 提醒家中有长辈的民众 该帮手机做见见了 最近不少民众收到这封简讯 通知3G网络即将关闭 NCC也拍摄宣导片 用长辈图当梗 提醒用户检查手机和SIM卡 看看是否可以支援 4G网络传送语音功能 如果手机比较旧 一旦关闭3G网络 恐怕连紧急电话 都没有办法打 之后会变成是 是没有办法收讯号 110或19那种 12那个都没有办法做博打了 NCC补充未来无论上网或语音通话 包含紧急电话 都必须透过4G 5G网络 三大电信业者也趁势 推出优惠抢工商机 中华电信推出4G月角搭配购机方案 月租费最低149元 台湾大哥大优惠换机方案 最低月租费也是149元 另外推出更换SIM卡的优惠 还可以减免300元 远传电信则是推出了精选用户 续约可以带走零元手机 SIM卡老旧或者是不支援4G语音的用户 可以免费更换 旧的3G手机回收还可以折500块 家里总是有不换手机的节俭长辈 这次终于有理由帮他们更换 顺便搭上这波优惠顺风车 三房市带是什么 一起来看 想让他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手的没得花 新政府上任一周百端待举 打仗为何成了隔魁竹龙泰口中的首要目标 根据警政机关统计 台湾去年一整年的诈骗案件高达3.7万件 发生数的前三名又以假投资的1.17万 数量最多比例最高 而其中又以50岁以上的人口损失最为惨重 为了老年防病防穷 如今又要防骗 也让现在的青壮年深陷三房世代 诈骗话术多不胜数也防不胜防 犯罪防治学者认为 法规虽有不及之处 问题仍然在于人性弱点 我觉得如果你听到保证获益这四个字的话 你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不要理他 因为世界上没有保证获利这样的商品 除了定存 当不孝分子 近期甚至盯上了不甘受骗的民众 打算二度下手 让利率经非习笔的定存找回第二存 原因如同政府近年力推的安养信托 透过机制锁住资产 同时替退休金提前布局 退休三支住基本上就是一个三支脚的概念 那就是在政府的部分 因为我们以前靠去社会保险 那现在高龄化社会 少子化 这个高龄化 让整个这个未来的劳保 整个基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财务危机 劳保才会破产 劳退不会破产 劳退跟劳保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概念 一个是社会保险 一个是雇主退休金 那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应该要自体 单以劳保局统计 劳工平均勤领年金的数额 已经低于现行台北市的最低生活费 一万九千多元 在通膨等总体经济局势快速变化之下 民众过去认知的退休三支住 政府年金 企业退休金 和个人理财储蓄三者的比例 正面临调整 学者进一步逆风举例 假设一位现年三十岁 月薪三万的劳动人口 愿意采取自体百分之六 以劳退基金投资报酬率百分之五计算 六十五岁退休时 每个月将比从不自体的人 多领近一万元 相关的概念 近期在民间协会 发起的退休讲座传递之下 开始被接受 而劳退自选 观念要兴起 还是得仰赖政府机制 新加坡他们透过民营市场商品 可以挑到比较好的 这种金融市场商品 能够来帮助大家 不要就是自己选错 或者是说可能也没有税负优惠 然后也不愿意提拨 这个部分就是希望政府能够 特别是已经520之后 我们新上任政府 能够在劳保财务永续 或者是退休基金的整个 储备基金 或者是准备金 甚至报酬率的提升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改革 尽可能超前部署 其应民众的估算开支 大多只考量了健康余命 为福部的资料更显示 国人失能握病在床的期间 仍在7到8年的高水位 长照金流又是一笔支出 但是对于小资族来说 规划后半生和眼下的三餐温饱相比 实在太遥远 最晚是不要超过40岁以后 我们是觉得是说 你看退休之后可能还25年 你一定要在退休前25年 或更长 你才会有比较低的储蓄的 这个成本的问题 劳碌工作大半辈子 为的都是以后 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政府完善相关政策之前 深斗小民可以做的 就是提前任势退休 同时保持忧患意识 体育宇新闻 蔡明逊丽娅南业玉腐 台北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哦